109年的肥料资财补助 因为之前是由农会来发放 但是寿风地区的脑龙相当的多 对于政策的改变还是有所不清楚 让有许多的农民跑到农会去询问 才知道目前已经转到乡公所来办理 寿风乡公所农业客表示 肥料资财补助的作业 是在109年才转移到乡公所的 农民有所不知 不了解的地方 可以向乡公所来洽询相关作业的要点 寿风地区农民朋友众多 还有些是老农 对于县政府的相关补助事宜 宣导未能够经由网络进行详细的了解 而109年的肥料资财补助 改由乡公所办理 还是有许多老农民不了解作业转移的事项 其实还有很多农民都不了解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在受理以前曾经就是有到 请那个垃圾车在寿风乡辖内做巡回的说明 那如果说民众有不清楚的地方 到公所来申请询问 我们都会很配合的来帮他说明 以农业为主的受风箱 对于相关的补助政策是相当重视 除了肥料资财补助之外 在9月份还有农机具补助的申请 就是要携带一些身份证 以及固价单以及农会的存责 到推广部去申请办理 那基本上农会有个申请的期限 就是在每年的9月30日以前要去申请 那申请完之后 到农机行去取得发票以及出厂证明 然后再前往乡公所来办理农机使用证 农民朋友想要了解申请的办法 可以透过电话 洽询乡公所农业客进行了解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导